台中有一家知名的火锅店最近被迫暂停营业 为什么呢 因为不这么做的话恐怕得赔钱了 一个月至少赔50万 主要是因为台中市政府在做一个工程绵延三公里 所以原本是停车阁的地方全部围起了铁围篱 当然这个对客人来讲 停车不方便 没有地方停就不想来吃 不止这家火锅店损失惨重 两旁的业者各个叫苦连天 地上一定会掉 因为尤其像我们现在是国业的旺季 然后客人反而都会宁可到我们别家店去用餐 业者气得大骂 原本生意兴隆的火锅店 现在不得不贴上停止营业搬迁通告 整个绿远道全部封起来 然后沿路的停车位全部都不能停 然后对象的客人也都没有办法过来 然后这样停车位都非常难停 人潮全部都少了非常多 中部这家知名火锅店 在八月封路后营业额掉了七成 应称了三个月 每个月损失高达50万元 决定搬迁 等到工程结束再赴业 就因为这个施工 前方车道缩紧一半 路边停车阁没了 客人难停车不愿载上门 临近没有停车位 其实很多客人就 就不停车他就离开了 对 所以说其实影响蛮大的 这边的车位比较不好停 对啊 因为有受影响 然后可能暂停一下都会被挡到 是什么工程 搞得民众怨声载道 原来是否要复制日本表三道精神 建造草物道 其中这条延伸三公里长的铁马道工程 涂掉停车阁 间接影响到店家生意 是否在八月动工后盖起铁围梨 这才发现中间人行道属于国有地 暂停工程 与地主科博馆协调 九月才复工 整整一个月没动工 照常围起篱笆 业者生意受到影响 连带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 这样施工方面的话 就是还蛮吵的 就像我们坐在那边住 都一直反映说 这边就是很杂 草就可能想要搬家 台中的草物道工程 最快明年一月才完工 影响三公里长的店家 他们说真怕草物道还没完工 生意就这样完蛋了 中天新闻韩志 新陈玉柔台中采访报道